喂,輕鬆,爆眼角,偉容 大哥,在這裡,小孩隨時不在這裡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知道你們很好,但我不太好,今天真的不好 我發覺我只是面對性功能障礙和功能障礙 總之就是有障礙,不是無障礙 我今天要帶大家看一些交通黑點 這個叫做荔枝角長離街巴士站下車 哇,一個盲人下車 想不到一下車就面對著石膊 衝上斜桌,好像角晶晶上身,跳水十米高台 幾乎跌倒在這裡,大哥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條膊 一般的乘客,就算它下車 剛才我們見過,你一下車開門就是對著這條膊 其實這條膊有什麼用呢? 在這裡做什麼?攔著車,很阻礙我 很阻礙普通人 麻煩你拆開門 那麼多年都沒有拆開門 我真的想拆開門 即是桂圍機構代表 我已經學問處處發現了這個問題 他們說他們知道,他們知識有這個問題 但是知道有什麼用呢? 沒有做到事情,很久的了 我提議了,幾年前已經說到現在的了 各位觀眾,大庭廣眾 有一樣東西走了出來 為什麼這裡有一條東西呢? 這條是什麼來的? 大哥,不知道是醜的 很多年都在這裡了,立不倒 飽力風箱的 這個看不到的人腳,撞過去 輕爭,爆眼角,偉容 這些是政府送給我們的禮物 撐之間是聯合國權利公約 一份子 譬如說要打中無障 我們城市是政府說的 做到今天這樣,竟然中間有一條東西走出來 作為一個全失明或嚴重藥事的朋友 需要用手帳行街的朋友 其實我們行街的手帳應該幫我們探羅 但可惜我們沒有想過路中間會有這條柱 甚至我們肩膀擦過,頭撞到,怎樣也好 這條柱是不應該存在的 這條柱是給車看的路牌的 當然你說,你可以走邊一點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走邊,走欄杆邊,走店鋪邊 有很多障礙物 其實晚上很多人在收拾貨 貨會擺放兩邊,行人路 凍了,欄杆邊也有 其實迫著我們走中間 但沒想過走中間 就有這條東西在這裡 其實我們真的很危險 尤其是無論是嚴重的日常 全生命都是危險的 不用說,一句都說了 兩個字,危險 其實我家裡最大一個 我媽媽小時候經常跟我說 你做大哥,記得看著小朋友 走到外面照顧他們 可惜,我現在想告訴大家 這個情景就是這樣的 大哥,在這裡 小朋友隨時不在 我已經做不到大哥 因為這個裝置會拿到小朋友 沒有啊 沒有那麼乾淨 沒有搞到我現在 誰造成的錯誤 是否消防署 是否政府部門 你們說 安在這裡便好 為甚麼你放在這個位置 原本這個東西 打算過來駁消防喉 我沒有想過 除了駁消防喉之外 它是拿了我的喉 當然好 由於這條路比較窄 偏向琴上 一邊是欄杆 一邊是廁所 很順利成章 就在欄杆旁邊直行 風窄 總之就是窄 行走一階 其實真的沒有想過 會有這條東西的存在 多準 騎虎難下 真的要騎上去 如果我靠左來行 容易出馬路 很危險 旁邊有車 整個大頭髮中間都阻礙了 其實這個只是冰山一角 其中一個地方有這個障礙物 很多地方都放在中間 今天隨便找三個黑點給大家看看 老實說我沒有眼看 你們有眼看 希望政府部門做點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幫我分享出去 贊到我的Facebook專頁 麵包沒有眼看 我真的沒有眼看 這樣的設施 是這樣的